是一种对这个遗迹或者遗物或者是中国那种古代文化的一种尊重 你不能说我去没有一种责任感说我随便去挖 反正挖到底了全是生土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不应该是一个考古的一个人 赤峰市二道景子夏家殿下层文化的考古现场 在记录六月份后施工进度明显慢了下来 先前那种挖出一座房子就打掉一座房子的做法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曹老师当时说的要求是这样的 第一必须完整揭露遗迹现象 第二严格控制发掘质量 改变挖掘方式后工地上渐渐呈现出来这个遗址的面貌 遗址暴露得越多 曹锦恩却越发不安 因为这个遗址要求他在年底完成 可目前的进度显然是无法达到的 曹老师跟我们赶完方案以后 他大概在工地待了很长时间 在工地上管得很严 此时谁也猜不透老曹的心理是如何打算的 小孙也不敢多问 只能把精力都集中在挖掘整理上 发现这个F8以后发掘有700到800平方米 为了这个加快进度呢 我们就是扩大面积吧 等到这个发掘到这个4000平米的时候 这时候各种遗址现象都显露出来了 给人的一种呈现出来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这个遗址族慢慢的它的这种宏大 它的这种气势 一种很震撼的感觉 慢慢就浮现在人的这个眼前 但此时发掘工期已经过半 可挖掘面积却远远没有过半 高速公路在等待 所有的人也都在等待着曹建恩拿出解决的办法 看到都是这个保存非常好的房屋 成牌的房屋或者是成组的房屋 这时候就想到这个保存这么好的一个房屋 这得是靠界非常罕见呀 那么是不是应该保护它 曹建恩此时所说的保护 已经不是单个房子的保护了 他想把整个遗址保护下来 这些时候他在工地上思考的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一些我们行内的人吧 比如说赤和院考研究所的 吉林大学的 这简直是这个东亚地区最好的废墟遗址 另外还有这个各地的这个专家也来看 也发出同样的这个声音 再一个确实是从我本身来说的话 也有一个保护的心理 这样他就集着结合的一起 促使这么心理 觉得这必须得向这个有关部门来报复这个事情 的确是该向领导汇报的时候了 此时已是2009年的7月底 离内蒙古地区的风动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自从发现编号为F8的房子后 二道景自遗址工地上的考古发掘 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F8周边的房子被揭露出来后 曹建恩认为此时该向上一级领导汇报了 第一步我先回到这个单位找的这个塔拉这个所长 跟他做的汇报 他呢说是这个遗址这个情况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向这个国家民局 先去自治区文化厅 向自治区文化厅做的汇报 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 认为这个遗址也特别重要 所以说是我们马上去向国家文物局做汇报 这当时是安厅长和这个文物处处长王大方 他们都主张马上向国家文物局做汇报 8月7号我们到的这个北京 8月8号我们就去国家文物局做的汇报 当时国家文物局也就立即表态要听我们的汇报 从考古所到地方领导再到国家主管部门这三级汇报 是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完成的 一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二道景字下扎店下层文化遗址吸引了 在这个报告之前就觉得这个矛盾的心理 如果说是国家文物局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经济建设怎么办 那这个公路怎么办 如果说是这个国家文物局这个认为说这个遗址不重要 那么这个遗址那就就完全会毁掉的 曹建恩知道此时二道景字遗址的命运 就取决于他向国家文物局递交的报告了 国家文物局这个副局长通明康先生他是比较忙的 就说是我们听询报可以大概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 结果呢这个我们把那个PPT我们准备好的材料一放 这个汇报就延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二道景字遗址改变施工方法后 曹建恩在工地上待了一个多月 这段时间里尽管备受折磨 但工地上呈现出的遗址现象 也为他的汇报提供了大量有利的证据 他递交给国家文物局的 是一份内容详尽的考古报告 当时太太非常明确 这个马上派人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他预示着二道景字遗址 被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重视了 也许这个遗址的命运将就此发生改变 在那儿要开两个会 一个是考古发掘的一个研讨会 另外一个是这个遗址保护的一个研讨会 我们有我们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 时隔不到一周 由国家文物局专门组织的专家 紧急赶到了考古工地 尽管专家们的意见 让曹建恩有了许多信心 但随后他还要面对 赤峰式的一般领导 连夜开了会 这个赤峰式长 交通局局长 文化局局长 还有国家文物局的专家领导们 都在一起开了这个会 在这个会上 人们将一起决定 赤峰式二道景字夏家殿下层文化遗址的命运 不是赵峰 不是赵峰 王市长这个 当时在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在这个开会之前 他就来过这个工地 当时他就表态说 这个遗址非常重要 我们要保护这个遗址 我们吃风人 你可以坐着旅车去朝阳 也不能把遗址挖掉 市长的态度 让曹建恩如释重负 但还有一件当务之急的事 那就是高速公路怎么办 交通局局长在那会上 主要是他把这个 这个公路建设这个情况都介绍了一番 当然他是想尽快地能完成这个建设工程 当初曹建恩接手这个考古工地 就是为高速公路服务的 如今遗址要被保护 高速公路的建设势必受到影响 但是一想 假如说这个遗址保回来 这是公在当在立在迁丘的事 不仅仅是一条公路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公路有损失 但是长期看起来这是个好事 为了保护遗址 赤丰市交通局决定 修改公路方案 如果两个方案相比较的话 从遗址下方穿越的方案 投入的成本会低一些 所以赤丰市方面 比较倾向于这个方案 目前看起来这个穿越方案 没对遗址暂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长期看 那可能还会有影响 曹建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但现在他必须做的工作 是先将遗址保护起来 国家文物局的第一批专家走了后 另一批专家又来到了工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来了这个七位专家 经过他们论证以后 往后他们派人 专门派这个专业人员 设计出这么一个方案 这就是专家们为遗址保护 提出的第一步措施 建设一个临时性的防护大棚 那么这个大棚呢 他的能够这个遗址 提供一个防风防雨 或者是有恒温稳定的 这么一个环境 他主要起的这么个作用 他呢使用的年限 大概在三年到五年 埋藏在地下 四千多年的文化遗址 终于摆脱了被毁掉的命运 人们还将计划在遗址上 建立永久性博物馆 为考古人员提供完整的食物 并向今天的人们展示古人的杰作 经过这个一年的发掘以后 因为这个工作也特别重要 国家文化局呢 就认为呢 这个让我们来设一个专题 设一个课题 专门来研究这个下家店下层文化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工作可能要做到三到五年 为了保全赤丰式二道景子的 下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曹贤恩曾经付出过很多努力 也获得了初步的成效 但他的工作却远没有结束 一座四千多年前的古人类聚落遗址 仍需要他继续努力 付出更多的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